美國銀行表示 面對線下業務量的逐漸下降 其正在關閉在灣區的二十多個網點 其中包括一些自動取款機 該銀行表示 當前客戶更多地會選擇數字銀行 來解決日常財務需求 而有複雜交易或理財需求的客戶 才會選擇線下的業務網點 該銀行需要調整並更新其業務網點 而更好滿足客戶的財務需求 到今年年底 美國銀行還將完成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 對全國所有的金融中心網點進行翻新和改造 灣區居民可掃描二維碼 查看美國銀行將關閉或已關閉的網點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